司法院現任的15位大法官 其中有5位將在10月底卸任 為了讓大法官的任期順利銜接 我要特別感謝大家 也要拜託大家能夠替國家在這個階段 所需要的大法官的人選 能夠做最周全的考量 讓我們所提名出來的大法官 將來可以做憲政的守護者 跟人權的捍衛者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 大法官其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台灣的社會 其實除了我們期待大法官 持續保障人民的權益之外 讓我們民主的制度 可以更深地發展之外 其實司法改革 其實是這個社會上 民眾最關心的議題 這也反映出來 人民期待台灣的民主要更深化 制度要更有公益 人權要更有保障 大法官作為人民權利最後的救濟管道 未來所背負的社會的期待跟責任 也會越來越重 社會對大法官的人權的標準也會越來越高 各位省建委員 其實都親身經歷過大法官的提名過程 熟悉大法官的事務運作 同時也了解社會的脈動 所以要借重各位的專業跟經驗 而且能夠得到各位的同意擔任委員 我覺得非常感激 也非常榮幸 也期待我們能夠以公正公平公開的方式 為社會推出最適合的大法官人權 來執行立法院的同意 我們也非常期待神尖小組能夠廣納各方的建言 也能夠諮詢長年以來推動司法改革的團體專家 推出一個有專業性的 得到社會支持又符合改革期待的大法官的名單 我要在這裡再一次的要謝謝各位 這次接受我們的邀請來擔任 我們提名的省建工作 勞心勞力 我相信這個過程一定備受關注 人選的優劣也會影響國家的未來 我要在這裡再一次的跟各位說一聲謝謝 謝謝大家